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其他三种的楼梯类型一样 我们在底下测弦的卷展栏当中 可以控制测弦的深度 宽度 以及它的偏移值 包含是否从地面开始计算测弦的一个高度 再过来比较特殊的中柱 是我们螺旋型楼梯所独有的 勾选了中柱之后呢 我们在底下的中柱卷展栏当中控制一下中柱的半径 并且可以调整中柱的分段数 我们把边面模式显示出来 增加分段数就可以让中柱显得更平滑 然后勾选高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调整中柱的整体高度 接着我们看到扶手的部分 螺旋楼梯也提供了比较特殊的扶手 从内表面跟外表面来做一个勾选 并且切换到底下栏杆的卷展栏当中 我们可以调整扶手的一个高度 包含扶手两者之间的一个偏移值 以及扶手的分段数 来制作出比较平滑或者是比较有棱角的扶手 调整它的扶手半径数值 可以控制扶手的整体粗细 同时我们还可以勾选扶手路径 内表面外表面的模式 并且将试图切换成线框的显示 来让我们扶手的路径显示出来 我们回到平滑加高光的模式底下 看到布局这一组里面 顺时针或逆时针的一个旋转型楼梯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切换 并且控制一下它楼梯的一个半径数值 来决定整体面积的大小 旋转的数值呢 来控制楼梯的一个旋转程度 宽度呢则控制我们楼梯表面台阶的一个宽度 梯极这一组当中 我们可以透过不同枢纽的一个图钉控制 来调整竖板的高度 并且控制竖板的数量 以及总高度互相之间的一个搭配形态 最后台阶这一组除了其他楼梯类型都可以控制的台阶厚度 以及勾选深度来控制台阶的一个闭合状况之外 我们还可以勾选分段数来调整 分段数的话 我们修改一下试图观察的角度 如果分段数低的时候 每个台阶呢 都是棱角的直线型的一个截面 如果增加它的分段数 就会把台阶做成一个圆弧状的效果